阿龙所挺身而出,面对由前主帅被尼特斯帅领的牛塔,客场作战的切尔西遭遇了一番苦战,牛塔丹大部分精力,都放在了防守端,用强悍的身体对抗限制着蓝军的进攻。 在最关键的时刻,挺身而出的又是左后卫阿龙所,他用两个助攻帮助切尔西,保持了连赛全胜的记录。 对于牛塔主场圣山姆斯公园,切尔西这几年的回忆并不美好,上一次能够在这里带走三分,已经是在2011年12月,当时切尔西3比0玩上牛塔,进球的德罗巴,卡鲁和斯图里奇,如今已经全部离队。 之后切尔西就在这里,陷入了不胜的拐圈,遭遇了一瓶四负的惨蛋成绩,上赛季更是被打了一场0-3的完板,新赛季切尔西前两轮全部获胜,而牛塔只获得了一分。 面对势头凶猛的切尔西,贝尼特斯摆出了5-4-1的铁筒阵,让切尔西在上半时基本无计可施,双方以护胶白卷结束半场。 0-0的比分一直持续到了第75分钟,这时候,阿龙索从左路杀入禁区,牛塔这边是尔切身防守着他,而铲卸站住位置的阿龙索,很快占据着主动权,进入牛塔的腹地。 而耶德林一直努力拉扎,也没能断下皮球。 情急之下,他从背后缠倒了阿龙索,才怕过断吹罚了点球。 在危急时刻,阿龙索为切尔西创造了一个金子般的点球,这一幕不仅让人想起了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比赛,同样是左后位的阿! 阿龙索在最后时刻为意大利制造了制胜的点球,阿龙索被缠倒阿龙索,制造点球阿扎尔操刀阻拔将点球命中,切尔西终于打破僵局确立了领先。 但随后场上就出现了争议一幕,耶德林在和吉鲁的拼场中有手机动作,但裁判没有吹法,随后耶德林传中助攻和塞罗将比分扳平,这时候比赛已经来到第82分钟。 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,而剩下的时间也不太多了。 接下来的进攻,维雷在左路开出任意球掉入禁区,吉鲁投球回座,准确找到了阿龙索。 这时候阿龙索又一次拯救那切尔西,他没有调整直接一脚逼射,造成了扭卡的乌龙,切尔西再次领先。 而巧合的是,被破乌龙的正式之前一次走击吉鲁的耶德林,阿龙索用这样的方式帮助吉鲁报仇。 而最终切尔西也将2比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,完成了连赛三连胜。 阿龙索造乌龙绝杀全场比赛,阿龙索送出79次传球,有72次都成功到位,成功率达到91%,同时他还三次踢下高空球。 并有两次阐断和六次减,表现可圈可点。 去切尔西记者金赛拉透露,比赛结束后仍有切尔西球迷,留在球场内被阿龙索高歌。 新赛季在法里之教后,切尔西放弃了孔帝时代的三后位,重回四后位真行。 不少球连担心会暴露阿龙索的速度问题,但阿龙索用表现打消了质疑,首轮对着哈德斯菲尔的制造点球,四轮对着埃森内贡,现一场仪式帮助球队拿下比赛。 本场又制造了两个进球,三场比赛他一共制造了五个进球,而切尔西总共也就打进了八球。 他的突破和任意球是切尔西依账他的两大武器,阿龙索堪称目前切尔西最关键的球员之一,萨里也对他青睐有加。 根据统计,阿龙索已经代表切尔西出场67次英超,贡献了15个进球和7个助攻,这已经是前锋级别的数据。 之前西班牙媒体报道,黄马和马进都有一千家阿龙索,而且尔西方因为阿龙索标出了6000万欧元的价格。 从现在看来,6000万欧元能签下阿龙索,几乎是一笔文章不赔的买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�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组门 去果子人。 给您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组门 去本乜洋顿 打赏 组门 去果子人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组门 无所还 打赏 组门 打赏 组门 转发 打赏 组门... 感谢观看